夜幕之下 七巡老人惨死归家途中 暴雨过后 事故现场遭到严重破坏 把所有的有价值的痕迹都给冲发掉 追查肇事凶手困难重重 惨剧背后真相如何水落石出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不该上演的悲剧 2016年6月13日晚上8点左右 家住林仪市林港经济开发区的李大爷 在外达万林宫回家的途中 发现路边躺着一个人 原以为是醉酒的陌生人 可是当李大爷凑近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老伴 正常情况来说 这个时间老伴应该在家才对 可此刻竟然昏迷躺在了血泊之中 那么这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情急之下 李大爷立即去了就近的大儿子家 准备和儿子一起将老伴送往医院 凌晨两点 李大爷经过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而院方的死亡通知书上内容显示 是因外部钝气撞击导致的死亡 根据医院提供的鉴定意见 能够判断这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报案人正是死者的大儿子李斌 警方接到报案 距离事故发生时间 已经过去了仅11个小时 当天夜里刚下了一场大暴雨 事故第一现场 极有可能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 随后临港交警立即赶到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当天晚上又下了一场大暴雨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什么都没有 大的痕迹也没有 任何血迹都没有 把所有的有价值的痕迹都给冲刷掉 此时死者的老伴李大爷也赶到了事故现场 他向警方描述了当犯的情况 你都怕 他就让他呀 就让他这样 就怕 就怕 头朝哪 头朝东 头朝东 绝脱洗 李大爷说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那晚竟然是两人见的最后一面 就在现场勘察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 终于一个细心的侦察员 在事故发生地 发现了两个疑似肇事车辆的遗留物 发现了两样小的东西 第一是这么小的 一个摩托碎片 是棕红色的 第二就是一个摩托车的后视镜 当时你一感觉就是怀疑是一辆摩托车中的人逃逸了 根据目前警方掌握的线索 一个碎片和一个摩托车后视镜 在没有目击证人和其他线索的条件下 要想侦破这个案子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林港交警第一时间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根据现场搜集到的两个证据 警方分析 红色的塑料碎片 很像当地非常普遍的一种交通工具 弯梁摩托车的材质特征 这种棕红色的颜色是一种大众的颜色 每个家庭都有 林港经济开发区属于林仪的新区 这里的交通设施发展还不是那么完善 所以摩托车成为了这里的人们首选的交通工具 几乎每家都有一辆摩托车 并且大多数以红色弯梁摩托车为主 仅凭借一个碎片和一个后视镜 想要找到肇事车辆 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通过对事故地点周围的走访 警方发现就在案发地往北约200米的地方 有一个高清摄像头 然而事情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通过调取案发当晚这个摄像头的监控视频 警方发现案发时已经天黑 因为距离较远 所以监控录像并不是很清晰 只能看到灯光和车辆的大气轮廓 其他的一概都看不清楚 警方通过对大量的监控视频筛选发现 就在7点47分左右 通过过往的车辆灯光照射 能够隐约看到有一个人拎着水桶 从南向北缓慢行走 五分钟后 画面中出现了一辆机动车 因为只有一束灯光 判断应该是辆摩托车 这辆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间遭到碰撞后 车灯熄灭 大概一分钟后 这辆摩托车掉头逃跑 使出了监控范围照射区域 那么在这短暂的一分钟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随后通过过往车辆的车灯照射 在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路上确实躺着一个人 警方初步判断 刚才那辆摩托车 很有可能就是肇事逃逸车辆 一辆摩托车把人撞到以后 倒地 后来掉头逃逸 只能看到这些东西 其他的线索没有 一个遗留的碎片 一串车辆组合规律 隐藏着什么样的破案线索 当时我们也觉得应该跑不了它 肇事凶手行踪诡异 我们就发现 有一辆摩托车没开灯 平安365正在播出 不该上演的悲剧 对于受害人一家来说 如果能够尽快破案 将肇事逃逸的凶手绳之以法 也是给逝去老人的一个交代 在儿子的眼中 母亲为了这个家操了一辈子心 没有享受过一天好生活 现在母亲走了 父亲除了忙忙碌碌碌 几乎不怎么说话 也许这是父亲能够忘记伤痛的最好方式 看着父亲消瘦的身体 母亲的突然离世 让儿子心里始终无法平静 警方通过仔细观看视频后发现 在事故发生前 车辆从南向北行驶 经过监控卡口时 有一个规律 在事故发生之前 前三秒呀 就是一个组合特征 就是货车 面包车 面包车 肇事摩托车 事故发生地位于临港区 大山水控南侧的庐山路 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乡道 事故发生前 肇事摩托车是由南向北行驶 警方推断 根据这一规律 如果向南寻找案发前 该路段的其他监控谈透 或许可以找到 有关嫌疑人特征的线索 我们在侦察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找到这个组合特征 侦察员根据这个组合特征 在距离事故地点 往南约30米的地方 一个视频监控 清楚地记录了这个组合特征 货车 面包车 面包车 肇事摩托车 警方通过这个视频监控 基本看清了嫌疑人的外部特征 当时是特行分 特行分 一看那个摩托车是 从南向北 万辆摩托车 骑车的人 是穿着浅色的衣服 没有戴头盔 根据嫌疑人的特征 巴胺民警通过提供的时间推算 以及搜索的有力线索 继续搜索附近的监控视频 终于在事故地点东南方向的一处摩托车修理店 发现了该嫌疑人的行踪 发现有一辆摩托车 进入了那个摩托车修理铺的那个范围 在那里修车 得到这个重要线索以后 警方来到这家修理店走访 警该店修理工回忆 当晚有一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 到店里花了十元钱 换了一个后视镜 这立刻引起了人警官的警觉 嫌疑人的肇事车辆 同样有一个后视镜损坏 遗留在了事故现场 我说你没发现它有什么特征吗 小孩 从声音能够分辨得出来 不成熟 修理工说 驾驶人应该是一个学生 另外他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嫌疑人车修好以后 向北行驶走了 随后警方沿着修理店往北的路段排查 我们就发现 有一辆摩托车 没开灯 然后在回小区的过程当中 后面有一辆轿车驶过来 把它那个轮廓里完整地给 记录下来了 根据视频监控显示 赵氏摩托车从修理店出来之后 向北行驶 然后拐进了一个小区 随后警方在走访这个小区的过程中 群众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五号楼有一个孩子的特征 跟嫌疑人很像 据群众说 这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应该叫赵刚 警方获得了赵刚家的具体门牌号之后 找到了他的父亲 赵氏凶手难逃法网 面对真凶 到底有着怎样的无奈 像这种法律的姿态措施 受害人亲属 一般在心理上是不容易接受的 一场车祸酿成两个家庭的悲剧 平安365正在播出 不该上演的悲剧 一推出来 我就发现了他的左后视镜 跟那个摩托车秀旅铺 那个老板说的是一样的 十块钱换了一个左后视镜 然后我的同事就拿着 掉那个车辆碎片 整好吻合 就对上 我们当时就跟他说 你知道你儿子出事了吧 他说我不知道 据肇事者的父亲说 孩子肇事逃逸 治老人死亡这件事情 他并不知情 作为孩子的家长 自己在监管方面的疏忽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平时自己为了骑摩托车方便 所以他经常把钥匙 直接插在车上 将车锁在车库内 导致孩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很容易就可以将摩托车 骑出去上路 就是这种陋习 不规范的喜欢 那孩子 一有机会 又能把摩托车骑 给骑出来 上路 就是隐形的马路上 民警考虑 该嫌疑人处于未成年 让赵刚的父亲进入学校 将他带出来 当嫌疑人赵刚看到民警时 低下了头 我说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看看 脱下来以后 左胳膊全是上 右胳膊也全是上 赵刚对赵氏逃逃逸过程 供认不讳 案发第七天 这个摩托车赵氏逃逸案成功告破 赵刚 15岁 03个月 初中二年级学生 根据赵刚说 那天晚上 他骑摩托车出来 本来要去同学家玩 途中经过庐山路的时候 因为天黑没有看清楚路上有人 等看到有人影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刹车了 导致将老人撞到 随后他试图将老人扶起 但是看到老人没有动性 营免又来了车 因为害怕承担责任 所以骑车原路返回逃逸 孩子骑摩托车 从所有的视频监控当中 能够清晰地看得出来 其他车的速度比他慢得多 根据视频监控 我们随便抽取一辆汽车 所参照 从汽车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开始计算 到释发路段这个距离 我们通过监控时间计算得知 耗时27秒 而照射摩托车同样的轨迹 仅耗时18秒 而这个照射司机 在骑着摩托车 同时经过这个事故路段的时候 他是提前了9秒 是一位的寻求司机 快 速度就是他所追求的 伟成林驾车是往往回报 小油 骄傲 自慢 甚至觉得了不起的心态 自恐能力差 开快车 把往车里夺 在这种情况下 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虽然案子破了 但是对于参与案件侦破的警方 和受害人家人来说 此时内心是复杂的 对于这一个案子 交通肇事逃逸 老太太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 导致死亡 是涉嫌严重的刑事犯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33条规定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交通运输肇事后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虽然逃逸的人已经找到 但是对于受害人一家来说 当面对肇事者 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的时候 更多的只有无奈 而此时距离母亲离世 已经是第七天了 母亲的遗像 就放在旁边的一个小屋里 父亲经常一个人在这里发呆 这是老伴唯一的一张照片 还是从身份证上复制下来的 看着照片上的老伴 老人说没有想到 那晚就是两人50年婚姻的 最后一次同行 目前本案的双方当事人 已经达成民事赔偿谅解协议 最终赵十方父母给受害者家属赔偿二十万元 并获得受害者家属原谅 我对交通事故一个定义 就是非死即伤 让所有有孩子的家长都知道 这种高度危险的交通工具 不达到一定的年龄 不要让他驾车上路行事 据交警部门数据统计 近几年 未成年人驾驶摩托车电动车 如何有效避免悲剧的发生 家长们在做好监管工作的同时 也要严格遵守国家对此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英国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四十条例 第七十二条第一框 第二框之规定 假使自行车需链满四六周岁 假使电动自行车需链满四六周岁 假使摩托车需要链满四八周岁 通过靠取机动车假使这种客户 他也可以上到路行事 以免发生交通事故 重阳节是中国延习已久的传统节日 也被称为老人节 在这一天 全国各地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 来倡导尊老敬老的风气 在今年的重阳节 北京市龙府医院作为老年病医院 举办了联欢会和康复运动会等文艺会演 与老人们欢度佳节 医护人员用歌声表达了对老人们的节日祝福 并与住院老人一同以游戏互动的方式 呈现了康复治疗过程 让老人在欢乐的节日期中享受康复的乐趣 将健康的理念传递给社会 把他们的那种阳光的生命力活力来带给老人 这就是我们的初心 祝愿我们所有的老人 幸福安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